观众朋友还记得吗 在上个礼拜我的台北周记 带大家到劳河夜市去吃道地的小吃 而在这个礼拜呢 我们则要来趟健康休闲之旅哦 一起到虎山西步道走一走 这条步道沿途都铺设时间 也非常适合亲子一起结伴出游 而且在这里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感受 魅力无穷的虎山西步道 经过了地头蛇从从哥的介绍 相信呢大家以后来到松山 都知道该怎么规划行程了吧 接下来呢 GG要带大家深入虎山西 挖掘松山的另一种风貌 我们呢要去看看 隐藏在步道中丰富的动物植物 青山青水的行程哦 保证啊让大家意犹未尽 现在就来请一位大自然的专家 来帮大家讲解讲解吧 大家好我是乐爱自然的黄诗仁 今天大家走的这条步道 是属于南港山西的一部分 它是属于比较好走的步道之一 那它省事的上班族及家庭主户 甚至席带亲子来都可以 那它沿途的林荫优美 是非常好的一条步道 进入了虎山西的步道后 映入眼帘的旧式虎山西 GGR我听着潺潺的流水声 呼吸着树林间散发出来的芬多金 突然也觉得自己的心胸开阔了起来呢 不过听说这条虎山西 厉害的还不止如此哦 虎山西是台北市第一条 用圣袋公华枕制的溪流 那它里面有很多石缝啊 甚至它因为它是用圣袋公华枕制 所以它整个的溪流 它里面有极蓝 瀑布 浅滩 深潭 适合各种不一样的生物在里面停留 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鱼类 像马口鱼啊 螺类啊 还有青蛙啊 蜥蜴啊 一些小动物都可以居住在这些缝隙里面 那它可以得到良好的庇护 所以这边的生态是非常多样性的 多亏了市府大地工程处 整治了这条虎山西 我们现在啊 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珍贵的生物 当然啦 虎山西的惊奇绝对不止如此 在前方不远处 居然发现了这块细水平台哦 嘿嘿 在这么炎热的天气 坐在石阶上泡个澡 一个清凉畅快的感觉 还真是享受呢 这样的清溪设施啊 也让民众能够近距离观察到 水底游游的生物 整条虎山西仿佛变成了一个自然教室呢 大大虾 大大虾啊 来日子 天啊 哇 一只而已 带小朋友来接触大自然 因为再次男孩子比较好动啊 往后来走比较好 虎山西的自然生态步道景观 生态多元又几副趣味 据者还看到呢 在步道沿途都设有解说牌哦 并不需要对植物特别了解 父母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向孩子们导览解说 这沿途一路走来 哎 竟然不知不觉 我们就已经到顶端了耶 哇 站在虎山的高峰往下眺望 哎 可以看得到林口台地 观音山 圆山饭店 还有五指山系等等的山脉耶 哎 哎 等等 那个远处白白的飞行物 哎 那个是起飞的飞机耶 哎 还有啦 你看那边看得到松山车站 跟松山机场耶 哎 妈妈妈妈妈 啊 登顶的感觉怎么样啊 太棒了 都没有很 就是很少带小朋友走到山顶 看那个整个台北市的景观 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 城市的风貌 而且就是走上来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绿叶啊 就是还有植物和昆虫 走上来会不会很累 会 会哦 喝了几瓶水 五瓶 喝了五瓶水 好啊 在现金水泥丛林中 竟然还保有这样的地方 让我们后代的子孙可以享受 真的是啊 比什么都还贵重呢 趁着假日有空 赶快带着家中的宝贝 一起来虎山西步道走走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